科学人学书 金平梅 各位观众 又是我和余道同大家一起读金平梅 现在这里就是读第七回 各位 上文讲到西门庆要存万三粮 已经讲了时间 讲了什么时候去约落拼礼和什么时候存 这些全部都讲好了 问题是他过门之前 麦三粮将价装搬过的时候 出了这些问题 继续看下去 其实那位女士马上都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明天就会和姑娘说 然后屎嫂已经说了 其实说了 是有理由的 好的货会容易有人抢 是 对屎嫂来说 可能有另一个梅人又抢中 是 但是青岳园里有没有定外一个大官人 我们不知道 好像没有提过 但是始终可能会有人抢东西 抢东西 嗯 嗯 西门这下还手洗得漂亮 抢了个人先 嗯 个人是你的 钱便是你的 且说他无求将四 以着他小爱生阳中保 要逃留苦人东西 一心举保大家方上推官 而指上举人为继失 若少可人家 还有话说 不想闻得是西门庆定了 知他是把持官府的人 睡动不得了 沉思千方百计 不如破为上计 即走来对苦人说 娘子不该接西门庆插定 还依我家上举人的事 他是司礼人家 又有庄田地土 可过得日子 强如家西门庆 那思即年把持官府 雕徒撲皮 他家见有正头娘子 乃是吴迁护家女儿 你过去做大事 做小事 放他房里又有三四个老婆 除没上头的丫头不算 你到他家 人多厚多 还有的野弃你 还有的野弃你 西门庆很明显 这次他的手筆这么重 志在必得 他对于估算价值 还有又要出多少本 我觉得他做生意很棒 就是拿得很准 嗯 接着呢 又要说回 自古以来 把人当成货物 这是不少商股的漏杂 例如我们很记得 当年秦始皇的父亲 被吕北伟认识了 马上吕北伟第一件事想 跟着和人商量 第一件事想 就是奇货可居 又是一件货物 那现在这件都是货物 人的价值何时变成这样 我们知道 再不要说这么久 就说三四百年前 西方去到非洲 一样是抢人做奴隶 一样是当成货物 对 那就是 我们有这个概念 人不是货物 大家身而平等 这个概念是很新的 其实在中国来说 这个概念是一向都有提倡的 是 平等的概念是一向有提倡 那自然佛教入到来 更加众生都平等 不仅仅是平等 嗯 但是呢 你提倡是一件事 做不做就另一件事 嗯 小弟就觉得西方 近北堪的一样东西 他甚至连提倡都要去到近代 但是这个文化真的很低 相差一大段距离 所以终于就要搬东西去搬架桩了 就让张四拦住 嗯 嗯 武扣张四 是 似着他小爱身杨忠宝 有名的 这个 嗯 这个后面就有没有出现 好像没有 但是有名的 挺远的 那他一开始已经说明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留个妇人的东西 是 那所以他一生就举好大街坊上推官 二指上举人 举人来的 嗯 就是有人抢了 就是要抢这个万三良 有另一个就是 他想来我一宅做会 是 所以阿薛 阿薛 阿薛 原来万一步都不行 现在另一个就是 推紧一个举人 给他做计室 是 所以 其实他的急不是没有他的道理 始终好课 始终都是会有人抢 这个事实 就说这个 是三良人不应该收西门戏的策定 应该就跟他 就嫁给这个上举人 因为他是私礼人家 又有庄田地土 颇过得日子 强过嫁给西门庆 那边就把持官家 雕徒撇皮 就是 那边 恶人 那说真的 你想炒华人家 那当然是什么坏事都说了 嗯 不过他又没有说大话 哈哈 阿薛 阿薛真的这么坏 所以小帝看到这个道理 小帝都在想 如果对这位三者二 自己的人生来说 他嫁给西门庆还是 嫁给举人 小帝觉得如果在举人家 可能他反而没有那么多麻烦 他带了一千多人过去 生活应该没问题 加上举人 怎样都要做私礼人家 又有田又有地 另外还做计室 没有正室 现在你教过西门庆 上面已经知道有个吴大梁 吴大梁就是千户家的女儿 你过去就没得跟他争 一定是做小的了 嗯 还有他也有好几个老婆 你已经知道了 是 但是 所以其实 真是怎样才对他来 一个好的选择 似乎他舅父虽然有私心 但给他的提议 好像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提议 但是我想 曼三娘想着自己 第一自己带有这么大的价装过来 就算是 什么都好 我看着我自己的办事 就不会被人欺负 我想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他真的是 是不是这位举人 有其他东西我们不知道 他不喜欢 还是西门是真帥 其实小弟觉得 曼先生你说的最后这点 其实很大可能 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三姐儿 他一见到西门 外表风流梯堂 其实他心里已经喜欢 那大佬 那个上举人 是不是戴着一副 一千度的近视 读书语得多 我们真的不知道 老实说 另外这个举人 读得整书做得举人 我想都是呆头呆脑 起码sir你都读得整书 小弟都读过一下 我们又不是很呆的 小弟难以狗同 你说我们两个都呆的 或者举人 像我那样的大肚腩 那就不奇怪 读得书多的人 因为西门是有打功夫的 所以他自然地 他的身形会更漂亮 因为打功夫 这方面的保养 是 所以风流梯堂加上外表 漂亮 而且懂得做 嘴甜 是啊 口甜舌滑 这下很重要 所以 张四说的东西 他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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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啦 你的心里面已经想好了 喂 我是要过去的 帥哥 这个 其他人我不管你 学识 学识没用 帥哥 实际点 喂 那你心里面有定案 你真是怎样都想到理由去说的 嗯 婦人听见话头 明知张四事破亲之意 辨阳说道 自古船多不外露 若他家有大娘子 我情愿让他做姐姐 虽然房女人多 只要丈夫作主 若是丈夫喜欢 多亦何妨 丈夫若不喜欢 便只奴一个也难过日子 方且富贵人家 哪家没有四五个 你老人家不消多累 奴过去自有道理 料不妨是 将四度 不独者一见 他最惯打妇无妻 又管挑犯人口 少不重义 就令媒婆卖了 你受得他这喜摩 婦人道 四求 你老人家差矣 男子看须离害 不打那勤紧省市之妻 我到他家 把得家定 女言不出 外言不入 他敢咋的奴 张四度 不是我打听的 他家还有一个十四岁未出嫁的龟女 成孔去到他家 三窝两块野气枕了 婦人道 四求说那女话 奴到他家 大是大 小是小 待得孩儿们好 不怕男子看不欢喜 不怕女儿们不孝顺 幽说一个 便是十个也不妨是 张四度 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 此人行只欠端 尊一在外棉花我柳 又屡虚外实 小人家债乎 只怕坑陷了你 婦人道 四求 你老人家有差矣 他少年人 就外边做些风流勾当 也是尝试 奴婦人家 那女管得许多 也说虚实 常言道 世上浅才躺来密 那是长瓶狗富家 放恩元是佳前生分定 你老人家到不消这样废心 张四见说不动妇人 到吃他抢白了几句 好无颜色 吃了两盏清茶 起身去了 有诗为证 张四无端散楚言 因缘谁想事前缘 佳人心爱西门庆 说破烟喉总是闲 所以他们一句一句全部都拼了 不过小弟又觉得他说的未尝 又不可以说他不是有道理 因为你一个人会遭遇什么滞誉 看你怎样去处理这件事和和其他人去交往 嗯 如果真是自己做得很正的 自己做得很正的 其实你的制愈差极有限 不过小弟觉得他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得很正的 我不敢说 但在这一刻 这些全部都是他自己的说辞 去推唐他的舅父 嗯 嗯 这个舅父是想抢曼三娘的假装 嗯 嗯 是的 当拗不碰的人 就 是的 就抢东西了 啊 那所以就要准备搬假装时的拦住 就要 赢赢 喂 你将 啊 夫家的钱带过去 哈哈 你拿走我们的钱 啊 将四收蚕贵家 与婆子相宜 单等妇人起身 只着爱生羊中宝 要拦妇妇人相拢 华丘姚舌 到二十四日 西门庆行了礼 到二十六日 请十二位素贞念经萧玲 都示他姑娘一力将主 将四道妇人将起身头一日 请了几位街坊仲伦 来和妇人说话 此时涉嫂正忍着西门庆家小师伴当 并手臂妇女土的一二十名君奴 正进来搬台妇人床障 嫁妆相拢 被张四拦住雪道 寶山且幽台 有话说 一面同了街坊仑舍进来见妇人 座下 张四仙开言说 列位高伦听着 大娘子在这里 不该我张龙说 你家男子看杨宗石 与你这小叔杨宗宝 都是我外生 今日不幸大外生死了 空增一场浅 有人主张着你 这也罢了 增内第二个外生羊中保年幼 一个业障都在我身上 他是你男子看一母同胞所生 莫不加当没他的份儿 今日对着列位高伦在这里 只把你雙龙开启 眼同众人看一看 有东西没东西 大家见过明白 要查查你有没有带走东西 好鬼噁心 真是好屎井 其实作者 作者真是对描述屎井的人 有一手 是啊 小弟觉得他平常 应该都跟这些人接触是不少 不然很难说到入阶入格 如果我们看回古代的读书人 那种高高在上出来 什么都不想 只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去做官 其实这位读书人 似乎跟其他有些不同 他对于低下层的接触 应该相当之多 才可以描述得这么精彩 是啊 没错 小弟就是很有这个感觉 然后他就拦住 然后就 没事的 你想拦住人 当然要找些人帮忙 叫左轮右利 是 大家过来评评你 但是呢 你其实这么多堂鞭鞋 是没用的 好 好 那当然 拉住他 又是要炒又是行 女人最劲的武器是什么 一哭二骂 三上吊 先先哭一哭 是 是 我们没见到上吊 问题已经解决 这个是女人最劲的武器 眼泪一出 是啊 什么道理都帮忙带来的 婦人听言 一面哭起来 说道 众位听着 你老人家差疑 奴不示太义 谋死了男子汉 今日添收脸又嫁人 他手里有钱没钱 人所共之 就是积了几两银子 都使在这房子上 房子我没带去 都留与小叔 家活等件 分毫不动 就是外边有三四百两银子欠账 文书合同已都交于你老人家 陆续土来家中盘前 再有什么银两来 终于那个婆子 婆子就是她的姑妈 姑妈就上了 那就当然上了 如果不是的话 你生气了 还有七十两银子还没收 哈哈哈哈 涅长有没有估到人这么衰 不过很难不估到他这么衰 他们根本就是这么衰 哈哈哈哈 是 张四道 你没银两也罢 如今只对着仲伟 开启商龙看一看 就有 你还拿了去 我又不要你的 婦人道 莫不奴的鞋脚也要朝不成 正乱着 只见姑娘主拐自后而出 是 钱没收足 所以真的不要被这件事被人查过了 嗯 对的 有道理 哈哈 哈哈 那 那就走进来了 姑妈 是的 还拿着拐杖走出来 这个真是惊 而且她走出来的时间真是正 好似美国的警察那样 好像美国的警察那样 当时有事警察不会到 哈哈 喊完一轮之后 当然警察 美国的警察过来收拾杂局 准时出现收拾杂局 是 没错 众人变到 姑娘出来 都齐声唱乐 姑娘还了万福 陪众人坐下 姑娘开口道 列位高伦在上 我是他的亲姑娘 又不格从 莫不没我说处 死了的也是质疑 活着的也是质疑 十个指头咬着都痛 如今幽说他男子看手里没钱 他就有十万两银子 你只好看他一眼罢了 他身边又无出 少女乱腐的 你难着不教他嫁人 做什么 仲佳伦高声道 姑娘见得有你 好 那跟着呢 讲了些东西之后 咦 咦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咦 在旁边的旁边 就公婆的东西都有理 咦 这些人真是没用 哈哈哈哈 婆子道 难道他娘家陪的东西 也留下他的不成 他背地又不曾置于我甚么 说我护他也要公道 不门列位说 我这疾疑 悉苦平日有人意 老身舍不得他 好温克胜宜 不然 老身也不管着他 那张四在旁 把婆子丑了一眼 说道 你好公平心宜 凤凰无保处不落 指这一句话 道爵婆子真病 当时怒起 指障了面皮 指定张四大骂道 张四 你幽胡言乱语 我虽不能够是杨家正头香主 你这老油嘴 是杨家那了子的 骗了骗了骗了 找人帮手真是要懂得找咯 真是这些 这些摆到明帮不到手 真是帮倒网的 真是不知道他大过去做法 嗯 张四道 我虽是异性 两个外生是我姐姐仰的 你这老咬虫 女生爱向 枕一头放火 又一头放水 姑娘道 战末廉此老狗骨头 他少女乱腐的 你留他在屋里 有何算计 既不是图色欲 便欲起谋心 将钱肥己 将四道 我不是图钱 只孔阳中保后来大了 过不得日子 不似你这老杀财 观着大忍着小 黄猫而黑美 姑娘道 张四 你这老叫花 老奴才 老粉嘴 你任片口张舌的好扯淡 到明日死了时 不死了省子刚子 张四道 你这着舌头老淫妇 曾将钱来招尾把 怪不得你无儿无女 姑娘急了 骂道 张四 拆老仓根 老猪狗 我无儿无女 强似你家妈妈子穿致远 养和尚 道士 你还在睡梦里 当下两个叉咻而不曾打起来 多亏仲轮舍劝住 说道 老求 你让姑娘一句疑霸 这边就 这两个叉咬 另外那边 那边呢 拿拿声找西门庆那些小 小师门就 啪啪啪啪 那些东西都把人抬走了 我完了没话说了 涉嫂而见他二人让做一团 领述西门庆家小师伴当 并发来众君奴 赶人骂女 七手八脚将妇人床障 装脸 霜龙 刚的刚 台的台 一阵风都搬去了 那张四气的眼大增着 半响说不出话来 众轮舍见不是事 安抚了一回 各人都散了 真的聪明 其实那帮小孩子 他帮小孩子真的聪明 平时 就是 帮开西门官人 他帮小孩子都不是漏的 反应很快 那帮小孩子 你在那边 你两个在那边吵 你们吵吧 我这边做事 是啊 真的 什么都不说 已经把他所有东西搬走 交空 他们还吵 他们就站在那里吵架 到六月初二日 西门庆一顶大轿 四对红沙灯笼 他小叔阳中宝头上扎着继仪 穿着青衫衣 撒骑在马上 送他嫂子成亲 西门庆答何了他一匹感断 一病肉涂疑 南香小鸣两个丫头 都跟了来铺床踏背 小师琴同方年十五岁 亦带过来服侍 到三日 杨姑娘家并婦人两个嫂子 孟大嫂 二嫂都来做生日 西门庆与他杨姑娘七十两银子 两匹尺头 自此亲戚来往不绝 西门庆就把西商房里收十三间 与他做房 排行第三 号玉楼 令家中大小都随着叫三衣 到晚一年 在他房中血了三夜 所以终于就 六月初二的时候 西门庆一顶大桥 四对红沙灯笼 然后由谁送他出门呢 这次又不是姑妈又不是舅舅 由叔叔送他出门 这件事多无奈 叔叔还要把自己亲亲嫂送出去 那其实跟着三姐儿过去西门家 会发生什么事过得好不好 这个就是在下回 下回下回下回分解 好了 那多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回会和大家继续讲 潘金连的一些故事 不是不是 西门庆的一些故事 正是 萧金像女 依然两个新人 红锦避中 现出两般旧物 有思为证 枕倒多情风月标 教人无福也难消 风吹烈子归何处 夜夜禅捐在柳梢 其实下回真是讲回 潘金连的故事 这个没错的 这个预告 OK 那么下回再见 好了 多谢 拜拜 拜拜